城市的安全是要由众多单位共同来守护 新北市政府举办食安连线的教育 以及消防警察联合演练 模拟了公安稽查 警匪泄斗 还有灭火抢救等等 要透过跨部会合作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及支援警力 压制聚重斗殴的民众 针对脱逃嫌犯 出动保安大队围捕顺利带回 而发生大爆炸 则出动消防单位到现场救援 以及宇南重大可责 新北市进行消防与警察的联合演练 模拟公安联合稽查 警匪泄斗演练 以及灭火抢救及坍塌搜救作业等 并针对消防安全 公务安全 校园安全 以及交通安全等食安 进行人员教育 可见十大安全项目可都缓缓相扣 今天食安连线里面 消防很重要 但是其他的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 我们警戒在整个信念 快速打击犯罪 防保局带头干 警察做他们最大的破盾 起地会弃土 破坏国家环境 让我们好山好水能成 我要求环境中卫小组 在快速的反例里面 结合警察 结合所有弟兄 快速压制 活动中也表扬 食安及救援队有工的人员 由各单位跨部会合作 共同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让新北市成为宜居城市 进行为宜居城市 争古屋